如果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吃饱再睡觉更幸福的事 你认同吗 这次来到槟城就算没有一起可以陪我吃吃吃的伴 一个人我要展开一场精彩的槟城宵夜之旅 走起 没吃过虾面还算到过槟城吗 所以就算时间再晚我依然要出门找吃的 结果还真的找到了这家营业到凌晨三点的清屋福建虾面 主面的档口就在店门口 所以走进店里坐下时 已经可以闻到那个浓郁的虾面汤底香气 看起来浑浑的汤底并不会很辣 但却是满满的虾子的鲜甜味 简直让人停不下口来 槟城的鸭一蛋八沙 早上有网红美食鸭三乐沙 晚上则有排队美食鸭饭 来到这里的时候时间已经接近凌晨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在排队 点餐时点了个鸭饭加卤蛋 老板就将卤鸭和配料切块破在白饭上 最后再淋上卤汁 外观虽然看似平凡 但口感吃下去却让我难忘 鸭肉软嫩 卤味恰到好处 尤其加上老板特色的辣椒更下饭 其实这趟旅程前并不知道这家美食的存在 真的要谢谢冰城网友好友的推荐咯 在冰城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炒果条 但是想找到好吃的却不容易 在网友的推荐之下呢 我就去品尝了这一家的宵夜 这家晚上才营业 但是地点呢就是在鸭一蛋 距离游客熟悉的乔治市却有点远的哦 整体而言这叠炒果条味道偏咸 口味比较清淡的人应该会接受不到了 鼎鼎大名的东海岸烧鱼在冰城有六个分档 我来到的这家 位于乔治市红圆美食方 除了烧鱼 这里还有各种地道的美食可以选择 不远处的舞台 还有歌手在演唱呢 在烧鱼档口前 有个摆满了各种海鲜和蔬菜的山板 我就选择了马来西亚人吃烧鱼必选的魔鬼鱼 经过烧烤后的魔鬼鱼很入味 同时又保持鲜嫩的口感 非常好吃 有美食陪伴的冰城夜晚实在太满足了 你还试过哪些非推荐不可的冰城宵夜吗 赶快评论留言告诉我们吧 西游记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 都会不准时上线新视频 吃货小编为你继续分享各种东南亚美食 记得关注西游记的各大平台咯